花莲自从捕蜂养鸡场设置 遭到民众抗议之后 县府已经委托动画大学来订定序幕条例 但是在条例还没有出炉前 有部分的序幕业者表示 他们早在捕蜂案前 就已经向县府申请的案件 也连带遭到了暂停 因此特别前往了花莲县议会来陈勤 凤林镇专门养殖安格斯黑牛的饮着牧场 业者早在两年前 就向在地农会提出申请计划 也依照了序幕法规定获得审议许可 但没想到蒲丰案之后 申请案就被县府暂停 受影响的还有一些返乡清农 当初就是想说要回乡 就刚好在花莲 然后就是自己创业这样 贷款也贷了 结果没想到现在蒲丰的案子 搞到全部的序幕业 全部都有受影响 所以像我自己本身确实也还有贷款要还 如果说牛不能养了之后 那要怎么生存我也不知道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银桌牧场的业者身上 牧场业者林明记说 头都已经洗下去了 但蒲丰案之后 整个政策作业大转弯 似乎也逼得花莲畜牧产业走向绝路 因为蒲丰毕竟它是企业 我们在花莲县的畜牧业几乎都是小农 政府他也希望青年回乡 也希望一些青年回来从事农业 可是你现在青年回来了 跟农会贷款了 你现在造成序幕修自治法修下去 这些青农没办法生存 他的贷款金额怎么还 真正的是说 他现在应该是说 他修自治法的过程当中 在还没有公布自治法的 同时你应该询用旧法 不能停止 旧法依然 旧法依然要继续在申办当中 不能说我现在要修自治法 所有的序幕法全部都停掉 应该说沿用旧法 到你公布自治法为止 根据业者的统计 花莲养牛户约有200家 数量没有超过1万只 而这些养殖户 大多是在地的小农 或者小规模释养的新申请户 希望制定自治条例的单位 不要只听环保团体的声音 因此向现议会陈请 今天就是这个 畜牧养殖业的小农 来议会陈请 最主要就是希望 政府可以辅导他们合法化 那当然就是在这个 这个环境不要影响的前提之下 那我们议会如果 那我们就尽力帮忙他们 那这个自治条例在 在要订定之前 我们就是会邀请 我们一些议员 然后再跟这些小农作谈 先了解他们的心声 然后看怎么来订定这个条例 新议会议长张俊强调 在不影响区域环境生态下 议会成员也将紧盯 自治条例相关条文的订定 而华林县政府目前正委托 国立东华大学办理序幕厂 管理自治条例咨询说明会 搜集多方意见 才能制定新的法规 但法规制定后 还要通过审议会审核 并下乡办理说明会 才能上路 记者林杰花林市采访报道